中广新闻网 最有趣 周日Mr.B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 每周日下午3点02分 跟着主持人郭志珍 您也是周日Mr.B 各位中广新闻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 我们继续访问到的是 远流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陈希林先生 希林兄你好 哈喽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各位朋友朋友 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是 这一本最新的国际的研究报告 当然也就是我们把它变成了 一本翻译书叫做 中共公台大解密 这本书的作者是易斯安先生 从这位易斯安呢 他是现任美国华府智库 2049计划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长期在关注台海亚洲的局势 并且写了这一本 中共公台大解密 我们刚节目中也特别聊到说 其实对于中共公台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会不会公台 而是在中共的官方里面 他们认为解放台湾 是他们的历史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因此身为台湾人民 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必须要更清楚的意识到 其实这样的危机永远存在 这是时间表的问题 但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 我们又该如何看见 跟因应中共公台这件事情 好 其实我想进一步请教 西林兄 其实在2013年 其实国王部曾经公布的 一份情资显示 就是对于所谓 我们刚提到的时间表 跟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 那时候这份情资显示说 中国大陆很可能会在2020年 启动被裁军事行动 而这项公台计划 是在中共的第18次 全国代表大会中 也就是那时候的 胡锦涛跟习近平的权力交接时候 所共同做出的决定 是 哇 那这样的计划 这个计划性的可能性高度有多高呢 还是说 这还只是中共另外一种 惯用的恫吓的一种 一种宣传的方式呢 其实我们要观察 在19大的时候习近平他并没有指定接班人 这个动作呢 其实是改变了 就是说自从邓小平时代以来 所建立的这个集体领导的模式 所以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的地位已经鞏固了 他在军党的这个地位都已经不可动摇 接下来最重要对他来讲的 其实就是他需要一个历史的定位 那就是完成中国统一的大业 在这样的一个 他的思路底下呢 国际间的一般的观察家 基本上都把他归类成鹰派 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 对不对 好 那换句话说 我们回到中共共台大解密这本书 我们从解放军的眼睛里面 从他们的文件 从他们的研究的这个专案里面 看到说 在他的所谓的联合工岛作战 其实在他这个计划里面呢 总共有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封锁与轰炸 就是说他的主要目标 是必须要绝对的掌握 在台湾海峡的电波频道 掌握台湾海峡的空域 在台湾海峡的海域 所以换句话说 他会在用他的火箭军呢 就是说用他的飞弹部队 他必须要取得制空权 然后他一定会主动攻击 台湾海军的这个舰队 封锁我们的港口跟机场 接着对台湾整个全岛进行轰炸 在这个第一阶段呢 中共攻台大解密这本书里面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共会不会主动攻击美国 在美国还没有出手之前 他主动的把在关岛的 在冲城的 或是在日本本土的 这个美军的基地加以攻击 他就是双边作战 用来控制美国或日本 对台湾的这个军事行动 他伸出援手 是这个意思 他预防性的 先把这些地方先打一遍 好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封锁与轰炸 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结束之后呢 紧接着就会进入 第二个阶段 叫做两栖登陆 两栖登陆 两栖登陆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必须要攻在台北市 把台北市 就是说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况之下 攻在下来之后 会发生强大的震撼效果 于是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他会同时的 针对我们的外岛 加以攻击 同时呢 我们他的两栖部队会登船 会横渡台湾海峡 接下来会排除台湾海峡的 这个登陆障碍 以及水雷 接下来就登陆了 那第三个阶段 就是岛上的作战 岛上作战 这个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在最近几年 中共最新的研究文件里面呢 这个伊斯安先生发现 在最近几年 中共对于岛上作战的 这个计划内容 越来越详细 面貌越来越清楚 目标越来越具体 内容的描述 也越来越清楚 换句话说 他对于这个登陆之后的 他的想法已经非常丰 已经非常丰富了 这个阶段的目的 就是要占领台湾 就是摧毁整个 幸存者的反抗意志 接着呢 他会远用新疆跟西藏 还有香港的统治的经验 然后重新建立一个 亲中的一个新政府 然后开始做扫荡 整数 然后建立各种 庆祝解放纪念碑 其实您刚刚提到 从封锁 轰炸 然后两栖作战 到全岛登陆的作战 其实这个只是他的战术 在整个运用上面 其实他还运用 大量运用 所以现在大家比较知道 所谓数位战争 就透过网路 各种数位的军事战争 事实上也是要 瘫痪台湾的各种 可能的侦查 或者是反击的能力 甚至你们还动用了 太空作战 是不是 假如台湾是一个人的话 那就说网路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神经 他传导讯息 他把问题从外面反映到内部 他把命令从内部 传达到外部 所以只要把网路 然后把这个部分 瘫痪掉的话 在中共公台大解密 这本书里面提到 解放军认为 把这个部分瘫痪掉之后 台湾的那个讯息的系统 就已经瘫痪了 但是中共公台大解密 在这本书 它里面讲到一个 很可喜可贺的现象 台湾跟一般的 有机体不一样 或许我们的神经 可能会被它破坏 但是第一个 它可以修复 第二个单独不同的个体 手脚 它本来就具有 单独作战的能力 或许在神经被破坏之后 它的动作 或许有点痴患 或许有点不协调 但是它不是一个 容易被摧毁的目标 换句话说 真正在中共的 解放军里面 那些可以相信 就是说他们自己 真正的文件里面 所提到公台作战的时候 其实心中是充满敬畏的 他们没有对这件事情 掉以轻心 他们并不像外在的那种宣谈 说我三天就把台湾打下来了 不是 他们就说解放军 专业军人是知道说 这不会是一个 简单的任务 是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停回来 问我们自己了 如果说中共解放军 对于攻台作战过程里面 对于我国国军 是抱着高度的 敬畏的 一种可信的对手的话 那我们回过来 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 我们的国防武力 我们的国防战力 是不是也具备足够的军事能力 来背抗中共的侵犯了呢 那一世上有什么 解读台湾的目前的状况的呢 是 在中共攻台大解密 这本书里面 就说他把台湾的 这个防御的力量 就是说基本上 他也分成大概是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 分别是因应 中共的封锁与轰炸 还有就是说登陆 以及岛上作战 分成这三个阶段 来进行我们的回应 那其实在 中共攻台大解密 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解放军的文件里面 对于台湾的海岸防御 其实是非常的敬畏的 他们最害怕 最讨厌的事情 第一个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我们的海岸非常丑陋 非常多的销勃快 非常多的离岸风车 非常多的这个 就是说养殖的乡往 等等等等 这是不利于他们登陆 对 台湾的海滩是一个 像中世纪一样 那么丑陋可怕的一个 一个外貌 那对于想要登陆的人来讲 那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换句话说 只要有适当的水雷的部署 那就是说 就可以让登陆这件事情 变得困难重重 事实上在 就是说中共 就是说攻台大解密 这本书里面 它特别引用了非常新的 2015年 中共有一本专书 叫做信息化战争心理防护 里面解放军的 心理的震撼 心理的障碍 包含他们渡海会晕船 战场残酷的情况 会造成他的意志低落 血腥的屠杀 造成解放军的士兵 心理和生理的负担 接着呢 就会有焦虑 恐惧 绝望 避战 却战 上下互相责怪 反应迟钝 然后精神崩溃 行为异常 等等等等 相互埋怨 等等等等 所以换句话说 解放军连对于他们 士兵们可能遭到的 心理的震撼 都已经预先去做了评估 预先去做了评估 从而去思考说 怎么样脱离 怎么样就是说 帮助他的军队 变成一个更有效的 这个战争机器 那我们回到台湾的 防御的这个角度 同样分成三个阶段 那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 其实非常可贵的 他是把两岸的 作战序列 全部都列出来 作者甚至把他自己的 所有的研究的资料 中文的资料 英文的资料 全部都把他摊开来 邀请读者们 一起来检视说 他所使用的 这一些文件资料 是不是具有 足够的可信度 所以其实 中共共台大解密 这本书是 非常容易阅读 然后对我们 每一个人非常相关 它里面的主题 描写得非常清楚 是的确 它真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 而且关系到 我们每个人本书 好 那我们要回过台湾 如果说真的 两岸发生了 这样的所谓的 台海之间的战事的话 其实我们大概 国人心里面 都很清楚 对于台湾 跟大陆 这段战争 绝对不会是一个 单纯两岸的战争 它绝对是一个 国际的一个 高度关切的 一个冲突 那我们一直在谈说 那台湾不是有 所谓的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对台湾做一定的 保护性的作用吗 好 我们不仅要回来问说 除了我们自己 国防的战力 要该如何持续的 扩充之外 但对于台湾关系法 对于美国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两岸之间的冲突 它会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如果真的发生战事 美国真的会遵循 台湾关系法的内容吗 支持台湾吗 是这样子吗 在中共共产台 大解密这一本书 它有一个 就是说导读的序言 导读序言的 撰写这篇 导读序言的这个人 那他其实身份非常值得重视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薛瑞福 他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 助理部长 那他所负责的区域 就是亚 就是亚洲太平洋地区 那换句话说呢 美国在这一个 国防部的助理部长 他在这一篇 导读的序言里面 他提出说 他认为美国对台的 重大军手 应该定期的规律的进行 同时呢 应该寻求适当的方式 将台湾这一次 非常效能 非常高的军队 纳入美国的 区域安全架构 具体的来说 包含海域警觉 弹导飞弹防卫 还有人道协助 灾后救援等等等等 这个方面 所以呢 就是说 在这本书里面提到 美国人 不管是基于 他们的崇高理念 或者是基于 眼前现实的 美国国家利益 美国人是会 对台湾伸出援手的 当然 在台湾的 在中共 共财大解密 这本书里面提到 台湾的防卫计划 它的那基础点 它的那个基础的假设 是说 当我们在没有 美国人援助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够怎么样 独立的进行坐在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不能把 所有的希望 全部压在美国的帮助 或是日本的情报援助 等等 好 其实 我们就叫做 台湾关系法 对于美国来讲 某些层面 它有它一定的 当然除了 除了是 符合美国国家 最大利益的之外 事实上 台湾关系法 好像也是 美国国内法 是不是 它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 所以就说 它这个国内法 它里面明定 美国的政策 是要提供防御性的武器 给台湾人民 同时要维持美国的能力 以便抵抗任何使用武力 或是其他的高压手段 危及台湾人民安全 还有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 所以这个是美国人的责任 其实各位朋友 如果说我们把两岸的关系 从两岸之间的政治 或历史过去的严格 除了这个观点 拉高到国际的局势来看的话 我们大概或许 可以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台湾会这么样的 受到国际之间的关注 而且为什么中共 一定要拿回台湾 当然除了是说 他们的历史定位 历史任务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全球国际的事业来看 美国认为它最大的利益 除了要稳定 亚太地区的和平之外 还很重要 因为台湾所处的位置 处在一个刚好是 握住 仅仅握住太平洋海域的 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 这个形成了一个 最佳的战略位置 是美国绝对不会 情绪放弃的地方 感觉好像台湾某些层面 有点像是欧洲火药库 不支撑的巴尔干半岛 感觉是那个样子 因为巴尔干半岛 也刚好处在欧洲的东南部 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会合处 好像台湾的战略位置 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也因此变成了 中共一定要拿下台湾 这是除了历史定位之外 它也有它的所谓的战略 跟经济价值 是不是呢 台湾的战略位置 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可以从解放军的角度 来看 在就是说中共共台大解密 这本书里面 它引用了中共的两个重要的文件 一个叫台海军事地理教程 一个叫日本航空自卫队 在这两份解放军的文件里面 都讲到说 一旦中国大陆和台湾完成统一 那么日本就完完全全 处于中国战斗机的打击范围里面 这个时候 解放军的这个想法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解放军认为说 只要把日本的这个进口量 把它缩减到现在的50%的时候 就可以造成日本的国内饥荒 换句话说 当它取得台湾的时候 以台湾为基地 它把武力向外扩展的时候 日本就惨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中国就会变成完完全全的 区域霸权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台湾的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台湾的这个战略位置 是非常的重要的 事实上我们作为读者 其实不必自我轻忽 我们不必觉得说 台湾哪有什么重要 台湾怎么能打 马上就投降 我们不必这样子想 中共攻台大解密 这本书告诉我们说 第一个我们是重要的 第二个 我们的防御能力 我们的抵抗能力 是有的 是坚强的 有一定的战力 第三个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思考 当这场仗打起来的时候 我们个人身家姓名 受到巨大的浩劫 整个台湾的经济完了 中国的经济会完了 整个世界经济的供应链 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那在整个情况之下 没有人是赢家 其中只有一个人输最多 那就是台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避免这场战争 当战争发生的时候 就代表这是一切国安人员 一些外交人员的 最大的失败 所以这本书里面 它在中共攻台大解密 它特别强调 就是我们要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避免战争 而避免战争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要研究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敌人 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 同时我们从而去思考出一个 如何怎么样 就是跟他相处之道 所以在中共攻台大解密 他在这本书讲到说 对台湾来讲 我们要避免战争 第一个方法 我们要从一个小地方开始做起 就是我们要研究解放军的资料 我们要知道他在干嘛 我们要知道他想什么 他最新的叫犯 他最新的文献 这些东西 他们里面写了什么 如果伊斯兰 作为一个美国的研究员 他都有办法 在他的研究机构里面 在不同的研究机构里面 取得中共解放军最新的资料 这件事情 最新的资料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 也没什么难的 我们也应该去 尽量的去研究对方在想什么 那第二个对美国来讲 一定要就是说 要重新的体验到 就是说台海是一个高度 可怕的一个火药库 非常的致命 台湾 第二台湾具有高度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一点是已经有 经过解 人家说是由解放军认证的 这个重要性 那第三个呢 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必须要纳入整个 这个区域安全的体系 跟亚太其他的伙伴 一同维持整个区域的安全 繁荣与和平 这个是对大家的利益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情况 是 其实我们不畏战 但是我们也不好战 毕竟尤其 伊斯安先生在这本书后面 有特别提到说 当然除了我们要了解 您刚刚提到了 要了解敌人 知己 知彼 百战 常常百胜 是 但还有一很重要的是 我们还是要有国际的 高度的 关系 就如果说我们能够在 未来的时间里面 能够高度的跟国际间 做各种资讯 情知的交流 跟合作的话 让美日 他提到说 美日如果能够跟台湾 并肩攜牺手 共同对抗 中国的高层的施压 或许可以盼望的到 和平这件事情 是 所以这本书 伊斯安先生 当然它是高度的 去关注到 中共攻台的 这个武力行为 但是他并不放弃 国际间的和平跟努力 是 因为和平是 大家都是赢家 不管是中国 台湾 美国 日本 战争 大家都都是输家 当然输最多的是台湾 但是就是说 目前就是要让 中国大陆 能够体会到说 当发生战争的时候 这个代价是高到 他输不起 那这个时候呢 维持亚太地区的 和平稳定繁荣 这个时候 大家才是赢家 当我们能够 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那前面讲的 中共怎么样攻台 这些都变得 都变得不重要了 是的确 其实不管怎么样 各位朋友 两岸之间 未来台海的局势 会如何发展 我们或许 很难 清楚地预估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身为台湾的人民 我们都必须 要清楚地知道 目前我们所处的局势 以及对岸 是在想些什么的 或许 透过 一刷先生这本的 中共的攻台大解密 或许我们可以 从中亏得一额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 远流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陈希林先生 谢谢李希林兄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中 我们将进行生活医疗 大小时健康单元 明天